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想法当中就是 我们提醒死亡的历练很弱 很弱 不会想 所以提醒死亡的历练很弱的话 那它的另外負面是 这一生今天所做的 说不定统统的历练大 就是这个仪式上面的贪心上面 贪心上面 或者神恨心 或者反正死亡的提醒不大的话 就是那里有一个贪心的历练很强 贪吃的 贪住的 贪各种各样的 贪无运 死 身 胃这些上面 如果死亡的提醒 历练强的话 这些上面的贪心会减少的 贪心会减少 比如说你知道明天你有死亡到了的话 今天你一定不会找一个好吃的地方 好做的地方 一定用功念阿弥陀佛吗 八观 再见吗 念什么吗 大吉佩吗 一定会的了 所以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提醒一点死亡的这个念度的话 你做的比较用功 你做的比较认斩 你做的比较有历练 历练 所以一般我们做不到的原因是 我们想奥布斯者 有时候我们自己安慰安慰 应该不是这个安慰很好的有一些安慰了 怎么安慰的话 今天我不做今天我不会死 这个有一定的 大家都说今天很好 理由什么你今天不会死 今天我血压也很好 血糖也很好 前个礼拜检查出来也都很好 就这个理由了 所以这个理由足够吗 你今天不是不足够了 这不是真的逻辑 这个里面你没有出来这个血压检查里面 你今天不execdanger 这个里面没有出来这个今天不地震了 这个里面没有出来今天这个树达米啊 各种各样 所以很多理由我们把它不想了 停下来 想一个自己喜欢的理由了 今天我很好 所以这样的时候 就是推动的力比较少 比较小的 推动修学的力点 所以极天菩萨就是提的是这个 所以今天也不会是今天也蛮健康 就是谈在这个一生上面的话 就是谈这个一生上面 谈今天的这个短暂的快乐上面的话 还是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 如果另外一方面思维逻辑的话 反正死亡是一定来着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确定 百分之百 谁也这个地球上面生下来 没有死的 没有例子 我们伟大的释迦牟女 佛也是给我们献给她涅槃 就是涅槃 所以这样的时候 大家都心里可以accept 承认死亡一定会来 所以死亡一定会来的话 这个几时来不知道 如果一定来的话 从哪天都准备一点 预备一点 那这个死亡来的时候 怎么去面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也是逻辑 所以死亡这个一定是一个痛苦的 死亡这个快快乐乐是只能开悟的 休息很高的才可以 其他没有的话大部分 死亡这个第一痛苦 第二也很恐怖的 第三也家人 亲切朋友 最近的人给一个很大的痛苦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早晚一定会来的 早晚一定会来 所以这样来的话 从现在开始 你健康的时候开始要准备一点 这个来的时候可以面对的 就是休息 所以这些大的休息者们 他们说 港中节奏里面有吗 早上没有一个打坐死亡的话 好像这一天里面很多不干净了 休息不干净了 有些名上面 有些利上面 有些自己的好处上面 以及自己的家人亲切的好处上面 就是掉下去那个里面 如果死亡的提醒一个很强的话 不会掉在那个上面 所以这些也是他们的经验讲出来 很有用的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死亡 随时都提醒 然后不要做恶业 多做善业 就是这个 好多做善业 有些人